那么不仅如此 音乐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感官愉悦的享受 更由于音乐具有极强的 通过影响人的情绪 影响人行为的作用 因此音乐还具有巨大的社会功能 遗憾的音乐这方面的智能 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这种说法 自从到欧洲某个大城市 在它的地下通道 过街天桥 这些地方放上音乐以后 这些场所的犯罪率 都直线下降 这音乐比警察都管用 这是有心理学道理的 下面请大家跟我一块想象一下 一个歹徒 手持一把凶器 来到了地下通道 准备实施犯罪 一进了地下通道 他听到了这样的音乐 你告诉我 他的犯罪出得了手 出不了手 谢谢大家 我去的是 他一个人昨天星 来在线下 我这样的音乐 用词外 Bunu遇见 我去的你 我去的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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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说了 今次的程度和社会地位成正比 觉得自己是名牌大学的 或者将来想当领导 你看领导都是没表情的 对吧 哎 这样的也一顿下去后 来神了 比刚才精神点吧 哎 精神了 有一天你犯错误了 你发现你们家领导怒气冲冲的走过来了 领导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 赶快给他放上这个作品 太好说你啊 你让他严肃不起来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她ah 数损 音乐对人的情绪一样非常大 通过影响人的情绪 影响人的行为 那么现在大家都学习压力大 生活节奏快 很多人甚至已经到了 需要精神减压的程度 那我还告诉大家 音乐还是最佳的 随时随地抓在你手里的 精神减压的办法 下面我想给大家一块 做一个精神假的练习 大家有兴趣吗 那请大家做好 做正好 靠在后背上 把腿都放下来 手也都垂下来 把重心彻底地放在这个一背上 减压的时候 放松很重要 如果你做的不放松 减压效果不好 我们先来做一次深呼吸 呼吸都是大家注意 不要出声 我们要学会顾及他人的感受 这个曲子特别催眠 可能你一会儿是真的要睡着了 不要控制自己 因为这是很浅的睡眠 一会儿我一说话 你就醒过来了 当然了 有的朋友一睡着 他就打呼噜了 不要笑 为什么不要笑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修炼 其实每个人都要有这种修炼 修炼什么呢 需要你学会全神贯注的 关注你自己内心的感受 把一切外部环境的各种刺激要素 都当作身外之物 都当作身外之物不予理会 其实宗教当中练打坐呀 练入镜啊 练的就是这东西 好 我们先来做一次深呼吸 来 一般 开始 好 下面请大家闭上眼睛 我们想象一幅山水画 或者类似的场景 高山流水 天高地远 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 远离繁盛的工作 回到了大自然间 下面请大家闭上眼睛 跟着音乐 深深徐缓的呼吸 深呼吸一次 放松 吸气 呼气 放松 肩部放松 腰部放松 全身放松 吸气 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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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 眉头放松 下额放松 全身放松 全身放松 我觉得身边很近很近 太阳照在你身上 太阳照在你身上 暖洋洋的很舒服 好安静 太阳照在你身上 不让你身上 级太阳照在你身上 约太阳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接着往下讲 中国接下来史上啊 有一个音乐美学家 他的笔名叫青竹 他说过句非常精彩的话 他说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避难所 这话很精彩 在这样繁杂喧嚣的社会生活当中 人是需要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精神活动的空间的 那么音乐就正是这样一门艺术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门艺术 能像音乐这样 给每个人如此自由 如此广阔 如此自我的 精神活动的空间 上次我在清华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讲座结束的时候 一位先生跟我讲 他说周老师 在您给我们放那段放松的音乐的时候 我突然间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他好像在生活当中 我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 好像现在有很多年 内心没有这么宁静 这么平和过了 我们的现在生活实在是很匆忙 很喧嚣 需要一个途径 让我们静下来 慢下来 还有的生活很功利 很急躁 应该给他们一个手段 让他们定下来 每次讲座放这段音乐的时候 都是我有很重要的一个充电的时间 音乐过后 我又恢复了精神和体力 这段音乐只有六分钟的时间 大家想想 六分钟 六分钟 如果每天 我们能够抽出六分钟的时间 坐下来 放这样的音乐 闭上眼睛 做几次深呼吸 你会发现 你每天的情绪状态完全不同 精神面貌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人的需要 多种多样 仅有通俗乐是不够的 有什么样的心情 就应该有什么样的音乐 所以我说 在经典当中有些作品 它们超越了简单的感官与乐 触发你心灵深处的感动 和全身心的震撼 这是通俗乐绝对做不到的 如果你现在还不去听这样的音乐 我认为 不是你没有这种需要 而是因为你还不知道音乐的力量 那有人说 说我没时间听音乐 大错 为什么 因为在人类所有的生活享受当中 音乐 这门听觉艺术的享受 相对来说是最不需要专门时间 上班坐车 走路跑步买下做饭 说按擦地 都可以听音乐 如果这个讲座上半场 是为了帮助大家 扫清关键层面的障碍 引领大家进入音乐艺术大门的话 下半场就是告诉大家 进了大门以后 你会发现 音乐的世界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音乐在我们人生当中 有多么的重要 剩下的修行就全靠个人了 咱们也不能光说不练 大家记住 这是一个审美教育的原理 叫感性能力的培养 是不能通过知识学习而获得的 什么意思啊 翻成普通话可以说是 读书是学不会品酒的 这道理是什么 人的感觉的这种能力要切身的去体验 所以要去听 那么只要你去听 你就会发现慢慢慢慢 你的欣赏口味会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细地 越来越微妙 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音乐在人生当中有多么的重要 下面我要正式演讲最后的话题 是不是有的朋友已经觉得我讲完了 请神容易 送神难的 为什么我一定要正式演讲最后的话题呢 因为在我的讲座的后面 还有一个更深层 更核心的目的 为了这个深层的核心目的 我把我自己的讲座 当作的使命 到处去讲 我想谈谈艺术 在人类生活当中的作用 我想这段话题呢 也是呼应赵老师 对整个这个课的设计的基本的理念 我有一个学生 这孩子啊 当年曾经跟我学过钢琴 这孩子他妈呀 这孩子他妈 这孩子他妈可不是虎妈 这孩子他妈是狼妈 狮子妈 狗熊妈 这小孩还没生下来 就做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计划 刚会说话走路 就开始识字数数 刚上幼儿园 就开始学小学的内容 这幼儿园还没上完呢 那小学字认得差不多了 一上了小学 可不得了 每天除了学习 什么都不让他干 每一分钟都得用在学习上 凡是和学习没关的事情 一律被看着浪费时间不许做 那天我问着孩子他妈 我说你干嘛这么逼你的孩子 你看把孩子压得 那还像孩子呢 孩子他妈说了 还不就为了将来上名牌大学呀 我说你上名牌大学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那将来曾经有好工作呀 我说有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那将来曾经有出息挣大钱呢 我说有出息挣大钱的目的又是什么 一点不夸张 孩子他妈犹豫了半天再说出来 他那的孩子将来生活不就幸福了吗 我说对啊 归根结底 设本求援 我们对孩子所做的一切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一生幸福 但是我说像你这样的 每天除了学习 什么都不让他干 他将来能幸福吗 大家注意我的话呀 我问的可不是孩子现在 童年快乐不快乐 自由不自由 幸福不幸福 因为在家长的头脑当中 普遍中观念叫先苦后天 吃完苦中苦 再当人上人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应该珍惜生命 享受生活 观念太复杂了 跟他说不清楚 我的问题是 你将来让他幸福的目的 能实现吗 每年金秋十月 我都愿意跟我爱人 到北京香山之丸去玩去 香山之丸的金秋很漂亮 在那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现象全国各地都有 你看很多学校啊 也都带着孩子去郊游去啊 当年小孩啊 在那么美丽的自然风光当中啊 全都不看见 干嘛呢 一人拿个小本本 全趴在那抄那个庶名 大家知道干嘛吗 写作文 那家长高兴 老师也高兴 看咱的孩子啊 连旅游都不耽误学习 这将来得多有出息 我的问题是 当你要求孩子 凡是和学习没关的事情 一律不让做 当我们的孩子在旅游的时候 还被人们要求去长知识 你有没有意识到 孩子他失去了什么 我的回答是 你剥夺了他 感性素质的发展机会 什么是感性的素质 很多人对着词很生 感性素质 就是感性的能力 加感性的需要 所谓感性 就是视听 未秀处 情绪情感 所有人感觉能力的总称 感性是一个和理性 并列的一个学术概念 他的感觉敏感不麻木 其次他的感性要求高 他追求美好的感觉 不能容忍恶劣的感觉 如果你不从小重视人 感性素质发展的话 你就会使孩子一生的幸福 化作泡影 如果我们妨碍了孩子 感性素质发展的话 我们就亲手扼杀了 自己孩子一生的幸福 为什么 因为作为一个完善的人 要想获得一生幸福 我们不仅仅要拥有 获得幸福生活条件的素质 还要拥有体验幸福生活 感受的素质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人生活脏乱差 一塌糊涂 这道理一点都不复杂 了解感性素质概念以后 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清晰 由于他的感性素质低 所以他根本就感觉不到环境 有多么恶劣 由于他的感性素质低 没有要求 再恶劣的环境 对他来说也无所谓 我有段时间 在我们学校封管 这个后勤 你知道我最不爱什么 我最不爱去宿舍检查卫生 大家想想 那宿舍是他自己的地方 他根本就不在乎 你查得过来吗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每一个公民 发自内心来自感官上 对美 对拯救要求的话 我们的环境 不至于烂成这个样子 这个话题我们不展开了 如果人的感性素质低 他就会只要实用不顾美观 这能用就行 什么样不管的事 可实在是太多了 这一架钢琴 大家看看这钢琴 有什么东西啊 当一个人操起锤子 在这么漂亮贵重的乐器上 定下这个破门瓶的时候 心里有没有点点不舒服 没有 大家注意我下面的话 由于一个人的感性素质低 所以他往往会忽略和放弃 对环境的要求 夫妻打架 为什么 为买台洗衣机 好看一点 一千六百块钱 难看一点 一千四百块钱 功能都一样 老婆呢 要多花二百块钱 买好看的 老公认为老婆浪费钱 一千四就能用了 干嘛多少百块钱 打架 上次先生跟我讲 他说周老师 我们家情况跟你说的正相反 我老婆 她才是能用就行 什么样不管呢 他说前一段时间 我们家装修房子去买灯 最重要的大客厅的灯 一百五十多万块钱买的房子 我老婆非要买一个七十五块钱的破缩牢灯挂上去 还说怎么不是照亮 特别人说 我们两个人整整吵了一天 明白吗 表面的夫妻有分歧 原因在哪 原因在双方对环境的感性的品质要求不同 深层的原因 在双方的感性素质又高低 听听大家哦 如果你们夫妻二人感性素质高低不同的话 他们会在价值观方面发生严重分歧 感性素质高的人 往往要为美化环境享受生活付出成本 感性素质低的人 凡事就问有用还是没用 非打架不行 现在知道为什么夫妻之间装修都特别容易打架 知道吗 那就是感性素质高低不同的大暴露 所以大家各位 记住啊 这找对象啊 来不及的就算了啊 一定要找感性素质大理相当的 你要讲卫生最好找一个好整洁的 你要乱七八糟最好找一个油字妈花的 他和谐你知道吗 不仅如此我还要强调 如果人家感性素质低 他也不会享受美好的生活 不能发现生活之美 桂林山水甲天下 阳朔山水甲桂林 这种场景大家都见过 那样子从桂林坐一个大游轮到阳朔 三个小时沿途风光美不胜收 但那天在我们邮轮上有俩人 这俩人 买那么贵的邮轮票上了邮轮 整整三个小时的旅途 这俩人从头睡到尾 有的旅游叫什么 上车睡觉 下车撒尿 到点拍照 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说 作为一个完善的人 你要想获得一生的幸福 你要拥有幸福生活的条件 那你要有理性的素质 有知识有经验 淘导清楚 分析问题判断 到位解决的坚决果断 慢慢慢慢 像我们才哥各位 进了名牌大学 逐渐逐渐开始往上走 于是乎你开始有车方向 这要拿 总而言之 你有了什么 你有了幸福生活的条件了 但是 你要想体验人生的幸福 你必须要有感性的素质 要有敏锐的感受 信念的体验 丰富的需要 一个细腻敏感丰富的人 比一个枯燥乏味 麻木的人 生命的质量要高得多 所以大家不仅要关心 我们将来能不能有地位 金钱和名声 你还必须要关心 当我们拥有了这些幸福的资源以后 我们人生的体验如何 请大家给我供下一组卖话 谈话叫朱德雍的 叫一无所有 特别贴近我今天讲课的题目 他说我有一个成功的事业 但我觉得一无所有 我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但我觉得一无所有 我有一个聪明的儿子 但我觉得一无所有 我有一个妖艳的情妇 但我觉得一无所有 别人都是我拥有所有人所没有的 但我还是觉得一无所有 有一天我决定 吃了工作 甩了老婆 弃了孩子 丢了情妇 我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这时我才明白 当时我确实拥有了一切 只是我没有感觉 我想生活当中大家有很多 有钱人有很多 没钱人有很多 地位高的人有很多 地位低的人也有很多 但是感觉麻木 使很多人失去了 本来能够体验到的幸福生活 所以我们要想获得幸福的人生 需要良好的感性的素质 不提升国民的感性素质 就难以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 这道理就这么简单 没有感觉的人 哪来幸福感 那么可能有的同学就开始想了 那你连获得幸福生活条件的素质都没有 还谈什么体验幸福生活的感受啊 总的想要有条件和有感受吧 有人有这种想法了吧 有的家长说 老家长没办法 家长都是被逼无奈啊 现在我们没办法 什么有用才能学什么的 家长都是很功利的 我告诉大家 如果功利是指有用的话 那我认为教育必须是最最功利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把一个人 宝贵的童年少年 用在最有用的东西来学习上去 下面我想从最最功利的角度 再谈一下感性的素质到底有什么用 请大家注意 难听不难听 那是相当难听了 这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办公室的一个电话转接器 大家想想一个这么难听的产品 它可是一个工程师设计出来的 工程师觉得挺好 才会给厂长看 厂长觉得挺好 才会去组织生产 百分商店觉得挺好 去进货 我们员工觉得挺好 买回来用了一年多 那天我把他录下来 大家想想 一个如此拙劣的产品 从最初的设计者呢 穿过了所有人耳朵的检验 走到了最终用户的手里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我们全社会 普遍的存在着感觉麻木的现象 那么大家觉得电话转机器没见过 打机面太宽了 电子门铃 大家都见过吧 很多房门门都有个电子门铃 是吧 一个电钮 嘀哒嘀哒 多难听啊 过两天他没电了 嘀哒 没人觉得难听啊 那天我们家装修的时候 去买叮咚门铃 这个在外国电影里 知道这些东西 跑败的北京城啊 还真有卖的 终于买到了 一看 欧洲进口产品 机械门铃 很贵 这么大一大盒子 打开看 里面挂着两个小钢板 一根电钮 里面有个机械装置 驱动一条锤子敲那钢板 叮咚 非常和谐 大家想要一个如此发达的国家 要生产机械门铃而不生产电子门铃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人宁愿花几倍 十几倍的价格 去买机械门铃而不买电子门铃 因为不好听的东西 卖不出去 难听的东西 无法忍受 所以我想在座各位 都刚才同意我下面这句话 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我们国家的国产产品 和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之间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差距 这个差距集中体现在什么地方 设计 外观 工艺 再概括一下 那是什么 那是传达到你的感性体验方面的 那个质量低 记住 感性的质量低 我好请所有的同学们 都记住感性质量这个词 一个产品 所谓的品质 其实是由两个方面质量构成的 一个是功能的质量 比如说这个杯子 那么水喝到嘴里不漏水 它的功能就完全过关了 第二个 是感性的质量 比如说这个杯子 不仅能够满足食用喝水的需要 还能带来感官的愉悦 审美的愉悦 注意哦 两种质量相加 才构成了一个产品的品质 请大家注意 从这样一个能把水喝到嘴里的杯子 到这样一个稍微有一点点设计的杯子 到这样一个好看的杯子 所有这个产品品质的提升 提升的都不是功能的质量 提升的都是感性的质量 所有产品价格的增加 产品附加值的增加 都不是由于功能的变化 而是由于感性质量的变化 那么我想大家都知道 苹果公司 当年曾经是世界第一大公司 我的问题是 乔布斯用了短短七年时间 靠区区几件产品 把苹果公司从一个濒临倒闭的边缘上 带到了世界第一大公司的位置上 乔布斯凭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手机 苹果入市非常晚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吧 苹果一家手机的利润 相当于全球所有手机 生产厂家利润的总和 苹果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注意 把技术变成艺术 让产品成为作品 苹果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是感性的智慧 那么我们今天不展开对苹果的分析 但我想请大家在网上去查一查 2005年6月12号 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典礼上 乔布斯有一个演讲 这演讲很短 在这演讲当中 乔布斯隶数了人生三大经历 他讲了三个故事 其中第二大经历 是他当年被苹果董事会 赶出了自己一手缔造的苹果公司 第三大经历 是他当年得了一线矮以后 对生命的思考 这都是真正人生大事 但是他讲的第一大经历 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他当年他从大学退学以后 并没有真正离开校园 而是到处去旁听各种课程 其中有一门课 深深地吸引了他 这门课是书法艺术课 他说我不知道这门课有什么用 但是由于被书法艺术强烈的吸引 就把这门课上完了 他说正是因为在这门课上受到的影响 是我们后来在开发 平火电脑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电脑一定要自行地选择 自体的变化 要图形化的界面 大家可能不了解 那个时代的计算机是没有自体概念的 都后来由于微软公司抄袭了我们的理念 后来的操作系统都有自体选择了 遗憾的是乔布斯不是理论家 他只把这件事情概括到了这个层面 他说同学们 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东西有用 什么东西没有用 你们要善于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穿起来 穿起来以后就有用了 完全没有概括到点上 乔布斯在人生诸多经历当中 独独选择了书法艺术课 对苹果公司发展的影响 他在告诉同学们 当年的艺术教育 对后来的苹果的发展和成功 起了多大的作用 我的问题是 乔布斯在书法艺术课上 他什么素质得到了培养 感性素质 什么智慧得到了提升 感性的智慧 那么如果一个人 将来他想挣大钱 他想当铁家 他开了一个餐馆 他的餐馆越来越不景气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请各位回去告诉他 因为这两个迎客的门童 实在是太难看了 我还要告诉大家 没有任何意外 一个人能把这么难看的玩意 放在门外 他门里是什么样 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如果人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 他也不在乎 他在盛世名层这楼这裂缝 这样赌一赌就不管了 这楼就别卖了 如果他承包了施工队 他也不在乎 这两个小便器装得一高一低 这两个感应器安得一跌一到 这工程也过去了 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但凡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人 有一点点感性要求 这种工程既不可能施工 也不可能验收通过 遗憾的是 每一个环节的人都没有要求 所以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在学校一度封管我们校的基建 盖那大楼的时候 这是活脱把个人气死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们知道建筑设计 我们校的大楼有一个教室 一米粗建方一个黑色的封管 从教室直接传出来 从窗户外捅出去 这太难看了 没办法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 那设计公司里面有没有 清华大学毕业的 搞那些暖通的 消防的 那些设计 根本就不管建筑的感性品质 怎么方便怎么来 毫无起码的艺术追求 根本不在乎 你看那楼那个顶 吊顶 设计公司设计的吊顶 这地方放一个灯 这地方有一个什么造型 暖通的来了 咣咣咣咣咣咣 开一排个洞 消防的来了 咣咣咣咣咣装一批头 最后一看顶子一塌糊涂 为什么 缺少起码的审美追求 为什么国家服务行业 水平也普遍偏低 这就是在北京一个四星区酒店 拍的照片 又卖这只杯子 就是我的杯子 那员工很积极 很热情 但他能就 他就能够直接把这么难看的玩意儿 一下子戳在我的眼前 大家想 如果连他自己都没有感觉 他怎么可能考虑到你的感觉呢 为什么国家服装 建材美容化妆 装修装饰 酒店服务 汽车手机 凡是需要感性品质的行业 我们都更相信外国品牌 甚至把这个市场拱手地让给了外国人 我们要分析人的素质的原因 今天面对在座的大学生 理工大学的学生 我想讲一个我自己非常悲催的一个故事 你们不怕晚吧 稍微撤开一块 讲一个故事 我们学校 大家知道考中央学院有多难吧 每个省的第一名到中央学院刷掉一半 听懂了吧 每个省的第一名到中央音乐学院刷掉一半 这是大专业 比如钢琴系 招十五个 每个省刷掉一半 就这么难 但是 那年我们学校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孩子 这个孩子呢 是一个高位结坛的一个残疾人 胸椎以下 整个是没有知觉的 连坐都坐不稳 但是他以超人的毅力 也搞不清他哪来的毅力啊 居然弹一首非常好的钢琴 那年同时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和音乐学系 就是我所在的这个系 厉害吧 那么他钢琴弹得非常好 但是由于下肢高位结坛 他没法踩踏板 你们知道吗 钢琴有个踏板 钢琴的记忆原理是这样的 你一按下去以后 这个锤子就打一个弦 一抬起来的时候 有一个知音器 把弦按住 马上弦就不响了 所以你弹 当一扎手就没声音了 那么怎么样声音延续呢 有一个踏板 一踩在踏板的时候 把所有的知音器都抬起来 这样即便你箭子拿起来的时候 钢琴的弦还在震动 所以钢琴踏板的发明 是整个钢琴发展里程碑式的发明 所以踏板 使钢琴有了延音 踏板被称为钢琴的灵魂 那么这个孩子 弹一手好钢琴 但是由于他不能踩踏板 他的钢琴也就是没有灵魂的 干干巴巴的 那么我还稍微有一点点科学头脑 我说这非常简单 我们做一个无线遥控踏板 简单吗 也就是说 我一个压一个开弯 我搞一个机械的装置 就踩那个踏板 你们搞理工的知道 这事完全可以做到 我一抬呢 他那踏板就抬起来 这不很简单吗 我亲自做了各种各样的功能的描述 这边 比如说 我告诉他要放到嘴里 一咬 因为放到嘴里 他就演奏的时候 他手疼出来 一咬的时候呢 有一个感应器 出动 然后呢 驱动一个机械装置 在底下 咔压下去 功能写了 一二三四 写的非常非常详细 我呢 自己出了一万块钱 管朋友要了一万块钱 又到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拉赞助 拉了五万多块钱 一共凑了十二万块钱 给了我们国家一个名牌大学 理工科的一个专家 博士导师 钱交给你 我说不要签什么合同 我觉得我们的科学家们是最可靠的 我钱一次性全给你了 那么这个项目就启动了 带着巨大的爱情 有那么多人的支持 过了一两个月 做好了 拿来的时候 这么大一个大盒子 伸出两个杠杆 放在踏板上 有一个非常巧妙 一个什么呢 一个猴皮筋那个胶管 一按这个胶管 就过去了 我一按 我当时要求是 密秒钟可以六下的反应速度 按的深动的深 按的钳压的钳 功能上 局本完全局部 所有的指标都非常好 超额完成任务 但是 把那个东西往那一放的时候 我们的工程师们 忽略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残疾人有轮椅 他那个大控制盒子在后面 控制盒子 那个踏板踩上以后 这个盒子占据了钢琴座椅的地方 轮椅推不到钢琴前面 演奏员的手够不着钢琴键盆 哎呀 没想到 我说这个控制器一定要放在一侧 这样它才能够靠近 那么大家很沮丧 没想到吗 又过了半个多月 回来了 我一看 想到了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控制器部分要放到嘴里咬啊 你现在这个管放到嘴里 一踩嘴就掉出来了 没有固定啊 哎呀 没想到 那做一个固定的吧 又过了一个月 这个固定就来了 什么东西呢 注意啊 这么大一个方方的控制器 无线发射器的盒子 在脑袋的这个地方 一个这么细的两根钢丝 微过来的一个支架 过来以后夹在脑袋上 然后呢 那个东西伸到嘴里去 我一戴以后 疼得我都不行了 我这夹得太痛了 问题我说这是要上舞台的 这么大一个破碎了盒子夹在脑袋上 多难看啊 这个时候就开始 已经开始不愉快了 我说不行 那么我说 你呀 要放到嘴里要很稳定 我去找牙医 做的牙膜 然后呢 让他告诉他 你放到这个地方 牙膜 牙齿固定的时候 一咬能够放松 而且呢 能够咬下去 这边拴在这儿 最后 他那个胶管很快老化 放到嘴里有味儿 最后 十几万块钱 全部打了水平 整个项目不了了之 我们的优秀的学生 现在还是没有灵魂的钢琴演奏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工程师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科技人才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中国人的智力水平 工作经验 勤奋程度 所有的东西 和那些发达国家的高端人才 一点都不差 但是他们普遍的 艺术修养很差 感性素质很低 人文关怀很不够 为什么 因为没有这种教育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竞争 感性智慧的世纪 在这个时代 企业家和员工的感性素质 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 具有生死攸关的影响 什么叫生死攸关 大家知道 移动通信 今年发展最快的行业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当年有很多国产自主品牌的手机 都已经纷纷的被淘汰 有一款手机特别出名 叫波导手机 那是手机中的 品牌宣传如何 是个当年还记得他 手机在哪里 明白吗 几千万的研发费投进去 几个亿的生产销售资金投进去 有你的产品外观难看 工艺粗道 软件不人性化 所有你的投资 全部打了水平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过了小康社会了 到了小康社会 人们的需求 从温饱型 向体验型开始转换了 我觉得特别遗憾的是 谁也没有概括 小康经济的本质特点是什么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小康社会和温饱社会 最本质的区别是 小康社会是全面感性需求提升的社会 大家都知道 我们当年的汽车 有一位企业家 是按照铁是多少斤 来算汽车应该有的价值 后来这些汽车遇到严重的困境 纷纷开始转轨 从实用性 廉价性 向品质性 体验性转轨 我想给大家再讲一个 我觉得有一点悲催的案例 前年 去年 我一年去过七次华为 全员讲课 特别是设计研发团队 全员培训 讲审美素质 感性品质 那么后来呢 他们董事长告诉我 说你周老师这些年来 我每年去一次华为 您的讲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公司决定 注意用 决定什么 决定把产品品质检测中心 放到日本 把设计研发中心 放到法国 知道为什么吗 当一个企业家战略层面的决策 发生了转变以后 他会非常绝望的发现 没有支撑他理念的员工 记住 今天周老师的话 那么可能有的人心目当中 还觉得成功是指当官和做领导 领导固然意味着地位和尊严 但是作为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引领者 还意味着责任 那就是把我们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引领到什么地方去 那我要想告诉大家的是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叫感性的文明 过去二十多年学说生涯当中 我提出过很多我自己的概念 但是我一直认为 感性文明概念的提出 是我近年来最大的学习贡献 为什么 在座不是搞理论的 我都不讲 这都是我到我们国家最大的城市 非常核心的地区拍的照片 现在咱们国家经济这么发达 领导干部请客吃饭 送礼的钱那么多 但是我们还有这么大的 城市这么核心的地区 有这么烂的地方 这我在俄罗斯莫斯科拍的照片 请大家注意 莫斯科的这种大楼的外里面 是画的 大楼正在维修 为了保持原来的建筑风貌 把整个大楼围挡上以后 画出了原来的样子 大家想 俄罗斯经济那么差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建筑是艺术 是人类感性文明的标志 是人类感性智慧的结晶 我问大家在我们国家这么大的 为党上一定是什么 一个电子屏幕上去 建筑不再是艺术 变成广告架子了 经济收入水平上升了 文明水平下降了 什么文明 感性的文明 这是由于感性素质高低不同 导致了价值取向的分歧 最后导致了文明水平的高低 如果我们领导干部感性素质低 请大家看看 他怎么维护城市文明的 大家注意了 电话号码小广告 怎么被清除 怎么被覆盖的 看明白了吗 拿油漆喷枪一喷 大家告诉我 这是不是比那电话号码 更破坏城市的文明 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我们国家有大量的环境问题 是那些感性素质很低的领导干部 工作造成的结果 如果领导干部感性素质低 搞成那玩意也会很拙劣 古剑花了几千万元修缮一心以后 满院挂了小彩琴 大门口修了赠名瓦亮的 不锈钢的宣传栏 人文底蕴 文化风貌破坏殆尽 桂林七星公园 世界自然遗产 多漂亮的自然景观 请大家注意 这绿地上什么东西啊 变形金刚 四五米高一个大家伙 满公园这种大雕塑 太吓人了 太拙劣了 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如果领导干部感性素质低 他工作越努力 他产生的破坏就越大 现在我要到这会 政府应该管管商业招牌和门链广告 我们的城市实在是太混乱了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前门中国铁道博物馆 百年老建筑 历史保护建筑 请大家看看这建筑修缮一心以后 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根本不把建筑当做艺术 根本不在乎 感性文明的问题 现在还不是商业招牌的问题 政府还把每一块空档都挂上了横幅和标语 大家知道吗 记住啊 每个城市都有文明办 但在这些文明办的领导头脑当中 他们所谓的文明 仅仅指伦理文明和行为文明 缺少了一个重要的 刚领性的指导性的概念 感性的文明 由于缺了这个概念 以至于他自己就不知道 他在宣传正当文明市民 创造文明城区的时候 他自己的行为 正在破坏着城市的文明 什么文明 感性的文明 能不能让我们的建筑 为城市增加失忆 别让这些历史保护建筑 也都当成了广告牌子 招牌架子 现在我还到这里呼吁 你们也跟我一块去呼吁 这件事情不容易呼吁成功 但是总得有人说话 知道我要呼吁什么了吗 天安门广场 这两块五十米长的电子屏幕 应该移走了 但是有人想把它变成永久性建筑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 无比雄伟 因为人民大会堂 无比庄严 因为天安门 无比壮丽 这两块五十米长的电子屏幕 严重地破坏了天安门广场的 视觉景观 艺术气息 规划格局 最重要的是 作为祖国的心脏 它向全世界 昭然若即地宣告 中华民族是一个 只重视宣传 不重视感性文明的国家 有这样的天安门广场 就会有这样混乱的城市 就会有这样桌子的做法 最后一定会产生这样的国家 我可以很确切地判断 我们国家当前如此可怕的环境问题 环境灾难 一个最深层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全民感性素质低 特别是领导干部 精英阶层感性素质低 我们必须要从深层 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抓随地图台 明天抓乱人垃圾 后天抓不要吃野生动物 大后天抓不要破坏规划 不要破坏环境 按下葫芦气条 东一郎头西一扫着 过了几十年 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 反而越来越严重 大家都看到报道 一个小长架 三亚海滩 几十顿垃圾 人们没有明白 在世博会 那么文明的地方 还乱丢食物 乱丢垃圾的人 正是生活当中 随地图台 吃野生动物 工作当中 大鼻灰 破坏环境 破坏规划的人 表面上截然不同的情境下 截然不同的行为 所透露出来的素质问题 其实是一个素质 什么素质 感性的素质 由于它感性素质低 所以没有发自内心 来自感官上 对环境破坏的触痛 也没有发自内心 来自感官上 对美的追求 我们需要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提升全民族的感性素质 如何提升 请注意 感性素质的培养 要通过艺术教育来实现 绕了这么大一个大圈子 为说这句话 艺术 在人类的生活当中 固然有认识世界 道德叫好了作用 但是艺术那方面 只能是可以被替代的 艺术在人类生活当中 不可替代的功能是 美化我们的生活 满足人的感性需要 培养我们的感性素质 提升我们的感性智慧 最终推动全社会 感性文明的发展 这是艺术在人类生活当中 不可替代 也不可或缺的指导 遗憾的是 艺术这方面的智能 被大大的忽略 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 被压制了 大家都能够想象 如果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 持续三十年强化艺术教育 培养出一代热爱艺术 热爱美的公民来 我们现在苦恼的很多问题 可能根本都不存在 但是过去几十年来 我们不是这样做的 所以让我来呼吁 让我们全社会都来重视艺术 重视艺术教育 重视个人的艺术素养 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 精英阶层们 因为你们是祖国的未来 是祖国未来的希望 这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 未来命运全局性 基础性的一个大问题 这在当今时代 至于的中华民族 无法真正腾飞 一驴世界强国之林 在人才瓶颈上的问题 这当我们经济如此发达 科学如此进步 国民如此富裕 而和谐社会 创新社会 大国梦 仍然遥遥无期的 全民素质的一个大问题 这就是我整个讲座 最核心的目的 两样的感情体验 但是幸福人生的具体体现 个人的感性素质 是获得幸福人生的条件 感性的文明 是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柱 民族的感性素质 是创造和谐社会的保证 没有丰富感性体验的人生 是枯燥的人生 没有艺术的人生 是不完整的人生 不能享受音乐的人生 是遗憾的人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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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